那時候當蘇一生的時候 他在台南比賽 我就呢 在愚人節的時候騙他 因為他那時候大家一直說 那會納出人命耶 對 因為他那時候說 怎麼小孩都不像你們啊 然後單眼皮啊 然後也不像資源 也不像秀琪 我就打給他 假裝我就說 你在幹嘛 他說沒有 剛練完球 人家要洗澡什麼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我心裡有一件事想跟你說 對 我覺得我不講 我真的是國一不去 愧疚喔 對 我說 大家最近不是一直在講說 我們妹妹很像不像我們這樣 我就跟你講 她爸爸寫信來了 我說 這樣 我跟你講 會不會鬧出人命 沒有 我跟你講 他第一句更恐怖 他就說 一定都說 那是誰的 怎麼可能這樣 不是 他說 是哪一個球員 是誰的 他怎麼會懷疑到自己的動員身上呢 他竟然說 我跟妳講 他可以是運動也沒有關係 就絕對不要是棒球員 你知道 要同行之間是不是 那免得又見面尷尬了耶 你剛剛要面子都這種 我只是愚人節 你們一定球員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他真的 他會尷尬 我就哭笑不走 我只是要想要弄你喔 結果你反弄我 你知道我也哭笑 我想到一個更大的秘密出來了 沒有 我說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我接不下去 也可能是籃球員 沒有 他就說 是運動員嗎 是不是棒球員 這樣很激動喔 我說 我真的是掰不下去 我說今天是愚人節 我只是想要愚弄你 騙人 你老實講 是第幾棒 應該是第四棒吧 哪來一隊了 他真的很誇張 他還很認真 他說我現在沒辦法講話 沒辦法講話 他跑去對面那個成功 什麼高中還是學校那邊 又大紅 大紅 大紅都古丁 他講說 他就跑進隧道 對 我有那麼容易失控嗎 跑一隧道才下雨 其實真的是失控狂 你現在是不是動作想要 跑岸園島 跑學校去或什麼之類的 那可以發洩一下好不好 就是運動員嘛 好啦 該你的啦